最近有youtuber在频道中指引我们粉底昏霧的效果 所以我们今天就来给你做个回应 节目上的效果是为了呈现轻微遮瑕而不是刻意去推掉的 为了不让你们觉得我是用推掉的 所以我现在用保鲜膜直接套在我的手上 你的人工假皮的概念 真的使用我们的产品 真的去使用哦 我们轻轻看一下 咦?看到了吗? 现在轻轻遮住了 那我现在把我的夹皮打开 你的痘疤疤印都还是在 那我现在请我的同事呢 放出他的圣星 直接这样改做 你看!他还是会露出来啊 而且差很多耶 那你看我在回来往这边 我的痘疤印跟夹子 看!还是真的很好 你现在要去使用啊 现在人都半张皮去夹子这样拍了吗 咦?夹子不是还在吗? 那这不是推掉的问题啊 你看! 现在直接拍在上面给你们看 看其实 这样轻轻拍 记住哦 我是用拍的 我不是用推的 正确的上妆方式 还这样有吧 我都是用拍的 瑕疵折住了 完全没有用推的哦 你们可以放慢动作去看 完全没有用推的 上妆手法要正确 那很多人都说 每咖都在花重本在行下 在广告上面 但是 粉底喷雾呢 我们也是下了很多功夫 特别经厂商呢 做了这样子的空气瓶 所以要维持里面的粉底液 都是新鲜的 每一滴粉 都是新鲜的 可以减少粉底液的油脂 所以这个粉底喷雾的重点呢 就是可以非常服贴 轻薄 重点是可以很持久 如果你们有任何疑虑啊 也欢迎你们到食品们 是做使用的交代 适不适合你们哦 其实我们美咖这一年来呢 也很努力呢 在优化我们的产品 为了让我们用到更好的品质 希望大家喜欢 祝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